识事解全部 这六度全部都可以令到可以去到彼岸 这样的意思 施斥忍 C就是將屬於自己的東西輸入給人 戒就持戒 遵守規則 而完成絕對的自由 忍辱就很堅忍 可以忍受到侮辱 聽著吧 人被人讚賞是否能接受到 誰人都能接受到 但是被人罵馬上就火都來了 所以被人侮辱 這是一個高度的修行 如果能夠連忍辱也修辭的話 當然記住 忍辱要有理想要有目標 要有合理 來堅持這個是有所成就的 聽完這句 是不是一定凡事都要忍忍忍忍忍 而不可以不忍呢 不一定 又不要走火任魔 基本上生活小事一般都可以忍的 什麼可以不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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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到今時今日你都不承認 就算你是一個佛教徒 就算我當時在現場 我絕對挺身而出,上陣殺敵 不是坐在那裡講佛學 是在補家為國 因為你殺一個魔 免得很多人 就不用心靈塗炭 這些地方忍無可忍 佛都有火 清楚了嗎 所以當然這個是要有佛法的指導原則 就不在自己發脾氣的時候 我忍無可忍 佛法無可忍 其實你都未開始忍 但我們剛才說的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 拋頭奴灑於血,寶家為國 免得日本壽軍再殘害我們的倉身 雖然是殺他們 難道他們說他們佛教不能夠殺身 是呀,正常當然不能夠殺身 但是這個人不斷拼命去開幾關槍 不斷屠殺 不斷屠殺 不斷起到奸人努力 如果你殺了他的話 這一萬個人就不用死了 你殺不殺他,我告訴你我一定殺 你不殺就是你的事 所以這些叫大是大非 忍無可忍 懂得聽嗎 所以有些事是講道理的 講那個是你做這個行為為那個自私的自我 要是為了大體的福利呢 舉例子 納粹德軍去屠殺這個猶太人 牧師收留一個躲進他的家裡的猶太人 那些德軍走進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有猶太人 那個牧師就說沒有 明明他是收藏了猶太人在家裡 但他就說沒有收藏猶太人 牧師是不是講大話 是,這個講大話有沒有意義有沒有價值 難道上天說你有不過他說的 如果上天也就不會相信 對不對,這樣不仁 所以說一個大話 救渡到很多蒼生生的生命 是有什麼問題 這個講大話不是為了自己去 去去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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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 而去去救渡蒼生 分得了一個分處嗎 所以隱,我想說 是甚麼時候可以不用隱, 不是為個人的利益,而是為大體的,整體的,國民的,或者拯救創生的而去引 當然有價值,等於去到被日本人俘虜了,被他們折磨 叫你把所有游擊隊的名單出來,讓他們可以追殺這些 抗戰的英雄,你這個時候真是忍,死就死,殺就殺 這些忍就有價值了,所以標準是自私自利做這個行為 即是為道創生,為道眾生而做 所以剛才說的所有都是 這些就叫做不捨不著的精神 不用執著它,也不用捨離它,不要走兩個極端 最重要就是那種大本大園的目標和方向 終身無邊勢遠道 那種偉大的無私無我的胸襟氣派 所謂六道波浪文 我們剛才說字面的意思說了 再說最後的總結 有時聽得到別人umm,有時聽到一邊之後 聽到一邊之後眼 Fern老師說像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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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 sei 明明看見那個人都 Frappant 你又有能力去制止他 但是你聽到想忍,結果不去 阻止到惡行產生 當然不對 哈哈 你自己是微薄的力量 一出聲就被人打死 為了保存自己的性命 都不敢太過干預 君子不立危場之下保存性命於聯世 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有柴燒 這樣也是可以的 所以要合情合理 不要死讀書 不要只是守字面的意思 進定志,精進,專注 禪定,專心一致,精神集中 智慧是佛教的般若 第五,那種空性 本來清正沒有煩惱 去破罪煩惱,不要去自尋煩惱 此六岸,比岸式即是六種的修行 六種的修行可以度過比岸 這樣叫做波羅蜜 波羅蜜是徹底修行 可以去到圓滿的境界,去到比岸那裡 徹底完成這個修行 就使我們可以解脫到達比岸 所以其實心經裡面有個咒語 其實是一般不翻譯的 不過我就說這個意思給你聽 和這個比岸有關 那個就是to go, going, to have gone 你去吧,現在去吧 將會完成這個去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就是to go, going, to be going 和to have gone 去到比岸那裡 波羅蜜沃,祝願你覺悟 然後就是去到比岸 所以波羅蜜就用波羅蜜 讓我們去到比岸 這些是祝願的說話 然後這些就很簡單 佛教裡面也有講這個 就是我們的心理的質素 講一些程式的 讀一次 這裏跟著說 維新中國的白色系統 是一個很專門的題目 還有需要慢慢講解 因為我現在當基礎法學的教 就不想就是水過鴨背 今天就暫時趕到這裏 告一個段落 以下的時間 就可以讓大家問一下問題 好 老師 六度波羅蜜 是否等於西方的 actualization 就是Maslow 系統最高的境界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他就問六度波羅蜜 是否就是西方管理學 Maslow的self-actualization 這個不是等於 它有相類似的意思 還有Maslow這些低級的學問 就是完全不可以等於我們 這麼高深的文化 self-actualization 人要有目標 有方向自我實現 這個叫做廢話 中國人 中國人你媽媽也教你一兩天 記得努力發奮 這個就是你媽媽教你那句 叫做努力發奮 你如果說self-actualization 這個意思 為什麼說廢話 是沒有內容 懂得看沒有 西方文化的內容 因為是個人主義 和自由主義 那我self-actualize 什麼 我自我實現什麼 你自己選 這是你的自由 你問我做什麼 所以西方文化 這裡有出了 希特拉的self-actualization 我咬殺了 尤太人 就出了一些魔 出來 self-actualization 簡單的說 就是下面 我們人的 肉目 我們的需求 就是物質性的 要飲飽 這個 要冷 就要保暖 肚餓要飲食 然後再高一層 我們需要有社會的層次 我們有愛 有認同 然後再高一層 最尖端那裡 最高最高就是self-actualization 就是自我實現 花炎經 就是給一個很清楚的self-actualization 就說出有52個階位 十信十住十陷十地十回向 加上等國和廟國 全部一個self-actualization的process 就是很精巧細緻 很有內容 而西方文化的死穴 就是沒有內容 它的尾其名就是 這是你的自由 你是一個個體 就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 就是你自己去搞的 東方文化 佛教 道教 和儒教 都是好 它就很有內容 很有典型的人物 我生命已經實踐過來了 你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例如 正如我所說的 如果佛教裡面 花炎經 為什麼是經王呢 它就是一個self-actualization 一個有中的入路 有中就是有價值 有意義 有目標 有方向 使得我們最高進入一個 佛的妙覺的境界 在這個妙覺境界裡面 有十信 十住 十陷 十地 十回向 等各妙覺 一步步 滿經濟的內容 就以釋迦牟利 佛自己 經歷過 了生了死 有一個真實的人物 做一個真實的個案 作為一個真實的典範 孔子也教你self-actualization 孔子就是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以信 七十 從心所欲 而不越舉 就讓你的生命 活起一個有秩序 是可以從心所欲 加上下句聽清楚 而不越舉 從心所欲就是想做就去做 而不越舉就是應做就去做 生命境界高度就是 你想去做的事就是應做的事 人的心裏 想做就去做 這就是自由 這就是自己的選擇 這就是主題性 你心想的事是否一定對 是否一定好的 不是的 有時對有時不對 心想去做的事 想做就去做 不等於應做就去做 如果你能夠 有個生命境界 想做就去做 全部都等於應做就去做 厲害嗎 所以我的詮釋很簡單 孔子到七十歲 他就發覺自己 我想的事 去做的事 完全合乎社會的秩序 生命的秩序 人民的秩序 天行見 君子自強不適的大地的秩序 是不是很厲害 即是說 佛教有佛陀 做生命的真實典範做例子 儒家有孔子 度家也有老子 莊子 他們這些成熟的生命 作為一個真實典範 馬師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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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做牛又做馬又做師 馬師爐 真是勞氣 馬師爐 就是說 你們要實踐 不用你說什麼 廢話 師馬遷 神早已說了 伊食足之榮弱 史記神早已在康袋也說了 你只不過是假裝如蝦蟹 一層一層在這裡說 所以不要這麼膚恥的西方文化 和我們偉大的佛教 或者儒家的文化 來相提秘論 並論 要有民族的自信 懂得聽嗎 首先你們要有料 好 繼續可以問 算了 不罵你了 不要問了 哈哈 一問我之後 我都不認得 算了 算了 不要問了 喏 喏 不問了嗎 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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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罵你 這是罵西方文化 放心 不要搞錯 真是 好 我剛才派了一張 好 給你問口 先問完 其實我很想問一下 老子 就是 老子是屬於道教的嗎 是不是 老子呢 就是可以兩個身份 有道家的哲學 道德經就是 highly philosophical 很哲學的 就是一代宗師的道家哲學的 即是創辦 和莊子一齊的 那當然道教呢 莊子呢 就變成這個 這個道教的教主 這樣 這個是 落入這個宗教的層次 是兩個身份 他都有的 謝謝 謝謝 這些道教的 我認識這麼多 不要問這麼多道教的 對呀